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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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孟天老师给我们购置的榴莲 真的非常丑 很奇怪 我从去年我妈妈喜欢吃榴莲开始 我也喜欢吃榴莲了 果然呢 果然就是妈妈的女儿 我以前吃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 靠近都很难 还怎么吃得下去 没想到 现在想到就流口水 今天吃了好多东西 它这个还比较甜 让我们在这里谢谢孟天老师 慷慨的为我们买了榴莲 你现在闻榴莲的味道和以前闻有什么改变吗 感觉 以前我觉得它很像那种煤气露的味道 但现在也臭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吃榴莲 着吃榴莲 我们下期见 点栏目 这里已经吃了 你们一下 一天 第一次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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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百分手